灰宝吃完胡萝卜 想去抢瑞宝 在一旁的宋三岁 虽然不敢上去拉架 但是这嘴更紧 一下就把光君给惹毛了 就给他没小 还不够塞牙缝的 还在这书里 我像强盗 有两天不给你这张嘴是熊掌的事 还有给气球的时候 分明是一人一个 瑞宝一开始就选上这个黄色的 但是最后被小爱给玩爆了 回到家里后 他又把绿色的拿来给瑞宝 光君想上去 被宋三岁阻止 这下 对着光君不高兴 行啊 你什么都像那小甜润 要是敢碰我一下 我绝对不客气 但光君从不会坐以待毙 喝盆盆奶的时候 以最快的速度喝完 然后立马就去抢瑞宝 即使宋三岁用力拉扯 那也没有用 这奶我喝定了 而有时候 瑞宝心情不好时 只是一个人呆着 不像辉宝立马就发泄 直到银骨发现后 叫他过来 到了银骨身旁 一下就藏不住了 感觉小熊的世界已经崩塌了 能有什么事 让这懂事的小熊 如此发呆难受呢